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來玩我們的魔靈召喚課 魔靈科戰記 好 今天是6月7號 呃 剛過一點了齁 半夜一點 所以很多金湯澳都跑出來了 我剛剛睡覺了 好 我現在掛在那個英雄地區的光屬性這一關 用光屬性克制的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沒有解狀態的話 很容易翻車 所以我們的光屬性奶媽 如果你沒有解狀態的話 最好是不要用 我只是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這一期要來玩這隻艾比 艾比的話 今天算是第七天啦 第七天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到他 與艾比的驚喜見面會 好 拿到 因為我之前有抽到他 所以我是變成碎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死掉的話就算了齁 死掉的話就算了 因為沒有解狀態很容易翻車 這個你用那個 光屬性的那個魔導出琴來也是差不多 也是很危險 我通常如果要掛 這邊的話 我會用 有解狀態的 水屬性奶媽吧 比較有解狀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的圖鑑 分析一下 我覺得 他就沒有解狀態 但是也是可以用啦 但是沒有那個魔導出琴那麼好用 這個犀利呀 我們昨天有用嗎 真的很犀利呀 非常犀利呀 好 艾比 這個圖鑑拿到可以提升戰力呀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他的技能 攻擊力是沒有用的 因為 跟那個奶 跟我昨天講一樣 奶媽基本上在這個遊戲 我沒看到哪一隻奶媽是有攻擊力的 目前還沒看到 有的話跟我講一下 可能我那些五星的都沒有吧 我拿到都沒有 好 這個也是有冷卻時間的 每個上去冷卻時間都會降低 簡單說這個就是 對敵人 周圍敵敵軍 一個範圍的 減少攻擊力跟減爆機率 兩階段喔 這蠻厲害的喔 我覺得蠻厲害的啦 一個debuff 兩階段debuff 你們怎麼 你們覺得咧 我覺得蠻厲害的啦 暴擊命中力跟攻擊力減少 兩階段 我在這邊 五四跟四十 趴數 那這就是他的奶呀 他的奶是這樣 他奶就是 有加防禦 一階段 我軍 就是 其他玩家也算是我軍嘛 你跟其他玩家組隊的時候都算我軍 就加防禦一階段 然後我現在沒有練嘛 所以是二十一趴 三十幾趴是正常 正常奶媽的 奶量吧 問題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奶量 大部分都三十幾趴 就已經很高了 沒有再更高的 再更高就是有時候是單體呀 才有可能會更高 可能到四十或五十 那如果他有其他效果有時候會比較低 可能就二級 不一定 要砍 我覺得三十幾已經很高了 像那個水貨也是三十幾啊 我們來看一下上拳 上拳就好像沒那麼高 上拳也是三十幾趴 上拳盾啦 盾二十幾趴啦 好 那他還有一個被動 有被動通常會比較好用 他的被動就是 保命呀 保一個隊友的命 一樣被boss打 如果boss 打到他之後 你這個練到4的話是冷卻15秒 沒練是24秒 可以幫隊友 直接上那個 斷層 斷層就是這一招 上防禦一階段跟回復目標 目標體力 這個是以他自身體力喔 所以還不錯 目標是指單體 自身是指 這個模擬自己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這是一個 保命的一個東西 保隊友 不能保自己 除自己自身以外嘛 好這隻艾比可以用 欸我還沒死喔 你看我中靜鳥啊 解不掉 但是因為我有上防禦嘛 然後還有降他們的攻擊力啊 可能旁邊也有人在幫忙打吧 只是我覺得這個組很容易翻車啦 因為你沒有解狀態會翻車 翻車你就回村莊去了 啊欸 對對對我這個 都沒有刷到光破啊 拿到這個 就是秘密地下城 什麼都拿到過 我什麼都拿到過 就是好像沒來到真的光貨 好蜥蜴蜴 修蜴蜴人 暗屬性的 有空再來玩一下 這個免費單抽可以拿到五星呢 我抽過 反正你就玩著玩著就抽到了 好我們快死掉了快死掉了 快死掉了 快死掉的原因就是乃不起來 畢竟我這個沒臉 給大家看一下怎麼樣沒臉就是 才6萬而已 首先你要練他的技能你需要惡魔怪 你不要就是要用這個 我40片了喔 我都不知道我40片了 發生什麼事 這個 好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強化四星的他好像是比較大一點 我們看一下技巧這個圖案 然後我們去那個活動裡面看一下 我就是獵人這個啦 我們是這個 這個是四星的 異界靈魂火種 那就可以推測這個有一個翅膀這個是五星的 這個燈籠 燈籠是五星的 火種是四星的 所以你這三隻的話你可以用這個來生技能 到時候像我自己啦 我自己這個都是吃惡魔怪嘛 所以到時候可能要還原吧 改用這個這個有一個 我們來算一下 兩個 三個 四個五個 所以五個 然後那個火種的話看一下火種是 我們來看一下火種 這邊一個嘛 兩個嘛 三個嘛 這邊有五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入手的到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因為我不知道在哪邊有拿到一個 也許是虛號也許是哪邊我不曉得 反正這個我就是獵人裡面各五個啦 看到時候你 有什麼 你用哪一隻角色你把它還原一下 把你的那個五星那麼怪給換出來 換回來 然後再用那個燈籠去升級技能 可以省一下 好我的 光屬性的角色就這樣子嘛 那 這個是供回的 如果你供位 太弱或是你路沒有人供 沒有什麼活人的供位可能就拿不到 那這隻光鳥有點難 那光鳥很爛 所以如果你只有光鳥的話 我建議你就換掉啦 換這一隻愛比 愛比比光鳥好用啊好用多了 因為光鳥的他的問題就是他的那個 補血 是 目標體力 我們來看一下補血是目標體力喔 我看一下 不是自身體力 他這邊沒有強調自身體力 所以是目標體力 就他比較不好用的地方啊 好他也沒傷害 他是坎克 好那大概是這樣吧大概是這樣我們 來爬一下塔給大家看 上一期爬這個光之塔的時候 50層 隨便過嘛 自動隨便過 這個也可以過啦 只是 就是 我的剛 玩了一下我的那個無鎮騎是死掉了 就這個組合 上一期這邊是用那個 光屬性的那個魔導豎琴嘛 大概7萬多啦 把玩給大家看一下下 全自動 你看我們會 他們會解啊 你看我 讓他們那個降攻擊力降爆擊力 把他解掉了 所以很可惜還被解掉 上一期用那個隨便過嘛對不對 上一期用那個隨便過嘛對不對 太太近了 哇這次好像打不太過了 我的無鎮騎士提前死掉了 提前無鎮騎士還沒把Boss打到死就死掉了 這次好久喔 好不好20秒去 有沒有打得很辛苦 這是綠智喔 這還是綠智喔 就給大家比較一下啊 上一期光魔導豎琴 真的很好用 啊我再來看一下 喔對那個 這個 卡爾拉古斯遺跡 再換一下 通常你 過一二樓之後 過一二樓啊 就可以換這個 兩個禮拜換換這個 三個四星一個五星嘛 因為你過一樓這個 一二樓過了之後這個就夠用了 這個是我累積的啊 我現在累積九萬 所以可以換這個光暗召喚書 這個是四到五星啊 那你 換十片出來的話 就是 是不是一個啊 十片是不是一張 然後這種光暗呢是三到五星 這個一張一萬 然後這個是三萬 十片三萬 那應該是要換這個會好一點吧 我們來換這個好了 三萬花下去 然後抽一隻四五星魔影 看可以抽到什麼 讀一下 讀一下 好爛 那個東西 是不是要去合成啊 你好像不在這裡 還是在信一下 沒有啊 看一下背包 好 啊怎麼用 又來這隻 我試試看 我不知道耶我沒用過 因為都沒買 突然想到 還是要去合成 因為之前拿到四五星的好像 印象中好像有 但是都沒抽啦 之前送的那個四星五星模擬 對啊選擇券我也沒用 都還留著 購買這邊是購買喔 這邊是購買就對了啦 哎呀這只是購買耶 那我要怎麼合成 難道是要合成 應該沒有 真的要合成 哇 這是製作啦 這是製作吧 製作傳說 欸 我找一下 我先暫停一下 我找一下 好我想了一下喔我想了一下 呃這個東西應該 不會是十張可以換一張啦 四個碎片換一張 因為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這邊 這邊是三十個碎片 才可以一抽嘛 對不對 然後之前我就有傳說行也是這樣 傳說行也是這樣 也是大概三十個一抽這樣 所以我在想可能我買一張看看 買一張應該不是 買一張只是一般的而已啊 那我買這個是一般的啊 我沒有半張嘛 所以它那個沒有跳出來 沒有跳出那個介面來 這個是一般的光暗召喚而已啊 前幾天有抽嘛都沒抽到 都抽到三星而已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 它那個介面是光暗傳說 我現在可能一張都沒有 它沒有跳出來 然後有可能是我是碎片 也不是三十片 所以它也沒跳出來 我是這樣覺得啦 因為它的介面 可能就長這樣 可能就長這樣 有兩個這樣 我沒有三十片它可能就 沒有跳出來這樣 你們知道答案的人 知道原因的人 或知道 正確的人可以留言 我推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邊沒有 我想太簡單了 不是十個碎片 我想說怎麼那麼便宜啊 就趕快換 我錯了 沒有 至少要三十吧 至少看起來好像要三十 好 那沒辦法 這一期 不然就補 補抽一下好了 補抽一下 補抽一下 火水風好了 來個個 三十三十二十好了 隨便抽 隨便抽一下 這個是傳說的 傳說大概十趴吧 幾趴 這是一般的啦 十數星而已 一趴而已 五星去一趴 補一下那個 傳說召喚書 補這個 可以補一下積分耶 這種 屬性的 可以補一下 幫牙開補一下 加減補一補 呃50抽了 50抽了 50抽了 沒有 60抽也沒有 應該是60了吧 這個拿到了 這個拿到了 一張 這個那個 棒棒塔裡面 我又換出來了 所以我又有幾張了 剩愛奇15張才抽到嘛 才都會抽到一隻盒那裡 沒有 80抽 抽乾了 80抽都沒有 有點可憐 這個啦 我剛說這個啦 這個 這個 祭壇 那我剛說那個棒棒塔已經差不多了 今天就 棒棒塔 這個 我還差一張啦 這個我明天就可以換然後之後再換這個吧 20張 就差不多因為只剩兩天而已兩三天而已 好那我們這集就玩到這邊吧主要就介紹了愛比啦然後換那個 神秘的光暗召喚書但是 還10片而已可能是要30片 然後索性就來個屬性 屬性召喚書 抽抽抽抽抽抽80抽 大家都沒抽到 我玩這遊戲運氣不是很好 感覺上都是這樣 普普的都抽不到 好吧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囉大家拜拜 拜拜